哎呀妈妈好漂亮啊 你好 来来来 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好 我是这个刘静的妈妈 因为呢 我今天上次确实是非常失严 但是呢是两 大概两三年前 刘静打了个电话告诉我 她跟这个小爷两个呢 是离了结婚证了 而且是一年多前 当时我确实非常 真的是用一句 就是比较熟的话说来 人呢差不多要起风了 非常非常真是 非常痛心的感觉 而且呢觉得对这个儿子 非常失望 真是想想就是 韩兴如苦把他拉扯这么大 进行了三十年 真是就是培养教育 希望他有一个 比较顺利的人生 那么这两天呢 他还是说了 他既然已经领了证了 想让我到这个地方来 听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两天呢 说实话 真是人气了 可能是气急攻心啊 我上次立马就哑了 对不起 有过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阿姨啊 这个女生哪不好 你这么反对 也不说哪不好 我认为的 还是就是说 这个当时比较通俗的说法呢 是叫做门不挡户不对 他们已经有了事实婚姻了 但你还带着你的儿子 去背景别的女生相亲 虽然我可以理解 你内心的想法 想让希望儿子 找到更大的幸福 按自己的想法来 但是他的尊严在哪里 因为他毕竟也是别人的子女 他说过这个 那个小燕的情况之后呢 我觉得 我是认为 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因为我觉得就是 从他们的这个家庭的 这个生肠环境 教养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 不太一致 受的教育程度哪不一致了 而且从教养上 教养上也没什么区别 没感觉有多大区别 这女生还挺彬彬有礼的呀 有礼有节 我们刚才看到 没有 依我妈的观点的话呢 她实际上把我安排的 都是她以前机关大院 那些朋友的小孩啊 或者说是 同学啊 或者她同学呢 她所谓 就是基本上 书上门离吧 她不是说 这一块长大的 对方多少钱 但她希望就是 她认识的那一帮朋友的小孩 比较真实 比较 自根子底 这个呢 我认为跟我们就是说 生长的这个环境的那个 我们认同的这种价值观 和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我现在认为呢 他们两个争吵的原因 可能也在这个上面 有些就是这个 他们今天就争吵了 上面的落差 对 那您今天 知道您今天来是接受告白的吗 我们这种 就是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家庭 对于个人的家庭 实施的不愿意拉到大厅广东 广州下面 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个我可以理解 来找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 那今天既然到这儿来 那实施 你愿不愿意听他们俩说一说 你愿不愿意听听他们俩说说 愿不愿意听听他们俩说一说 我可以听他们说一说 可以听他们说一说 对 行行行 来 请站到这儿 接下来是刘静和谭秀燕的告白事件 妈 可能现在 你还不能完全接受我 但是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妈 妈 对不起 我跟刘静拿结婚证的时候 没有经过家女人的同意 我们就三次做主了 像这件事情 对我的这个伤害如此之大 你知道 是将一个母亲的尊严 完全抛弃在地上 而且就是 对母亲极度的 不敬 不准 不孝 可以这三年都可以受伤 至于说 我只能批评我自己的儿子 对吧 我对你比较了解 其实你从小还是一个很善良 就是心地很好 很真实的一个孩子 那么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可能也是受社会上 很多这个不良因素的影响 有些东西 就是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是非常痛心 有时候可以说是非常死亡的 那么我觉得 对付我 就是由你们认为 可能你们认为 只是我们两代人之间 有观念上的冲突 但是观念上的冲突 都是在一个大道理下 可以调解 可以达到共识的 但是你们两个没有这样做 你们还是用这种非常的手段 实际上是把我逼入一个更加尴尬 更加就是说 对你们这种行为 就是很 就很泛滥的一个地步 我知道 从小 你把牛筋养大 也特别不容易 也特别辛苦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你也特别痛心 我只想跟您说的是 我们两个会用我们两个 以后的日子报答您 我们一定会好好孝顺您 希望您给我们一次机会 那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 当事上有点不太妥当 让您生气了 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选择 小燕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她很像你 她很独立 也很坚强 最主要是 她真的很听我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女孩子 我相信 她会对你好的 我希望您给她这个机会 相信我的选择 我觉得今天反正已经到这来了 那么你们两个也就是告诉我 你们拿了针 这个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 我觉得今天事情到了这一步 那你们自己 我最多是送上你们的祝福 对你们这种做法 我是表示极度的烦感 可以这样说 而且说 不可能就是说 马上去认同这种关系 因为我对你们确实 怎么说的 这种处理方式 极度极度的厌恶 也只能呢 就是说 希望你们好之为之 假以时日呢 你们能用你们的行动 来说明 你们所能做到的 这样的问题 越反对越在意 越不反对 两人的问题越凸显出来 就抱得紧 没有用 是吧 这个太轻易也没有用 生活确确实实实是 靠一步一步的证实 一步一步的考验才得来的 好吧 你们三个人牵着手走吧 或者是说 掺着母亲走吧 不用 我还能走 别走那么快 好 走慢一点 来 跟上 Obrig 谢谢大家